猫咪长血用什么要好的最快 胡佳琪 职业手医师 猫咪长血 想要快速愈合 通常需要口服抗真菌药 体外药育和饮食环境管理相结合才行 药物治疗 通常口服抗真菌药 比如医取康座 能够有效地针对所有患处的真菌病源 但是口服抗真菌药有一定的肝脏副作用 所以需要定期复查肝功能 此外药物可以选择 会有洗壁钛成分的抗真菌相剥 饮食管理和环境管理 可以口服维生素B类和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Omega3、Omega6等 多晒太阳 环境需要定期使用宠物专用消毒液清洁 注意使用的时候是通风 并且不要对动物使用 口服药治疗周期在14-28天 需要有耐心 可以使用醋毛发生长的皮肤精油 黄金点、爱乐滴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